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能更多的融入现代的空间以及融入我们比较现代的生活 法郎15世纪以来欧洲皇室的挚爱 宫廷中的收藏艺品 在2011年伦敦艺术大学高材生施君先生 按照女王的品号量身设计了打造出一件经典的艺术品 那个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国会的邀请 英国的国会邀请 在一起可以创作一件为女王2012年60周年庆典的一件礼物 那么这样一件作品呢 也是跟英国国会和皇室一起讨论 那么想做一件用卡斯法郎作为主要工艺载体的这样一件宝座 那么这个宝座呢 一共用了200多克黄金 以及3万多坑的法郎的卡斯 整体的筑铜 它的创意呢来源于英国的国花 玫瑰花 包括它的卡斯 还有颜色是英国的皇室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海蓝色 一件全是法郎的精品 往往从开始构思设计到电程完成 需要耗时两到三年的时间 前后经过多达近50多道的复杂而严苛的纯手工的工序 即冶金 铸造 绘画 摇曳 雕赞等多种工艺大成 由于有料配方独特 一模一品 纯手工炼制等特点 每款传世的法郎都是全球唯一的 稀少的精品存实量决定了生殖空间 几百年后依然焕然一新之稳定物理特征 成为了贵族气质 既代传承的最好载体 使之成为成功人士 收藏家 艺术家们喜欢的居家传承争品 爱仙移动台APP iPhone版 iPad版安卓版同时上线了 及时的中美新闻资讯 具有爱仙独特视角的专题报道 爱仙中英文台电视及电台直播 生活资讯最惹综艺娱乐 精品节目点播 APP iPhone版爱仙中英文台直播 爱仙桥声电台直播 APP安卓版爱仙各精品栏目点播 爱仙资讯 综艺娱乐等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只要连接网络 无需注册 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收看爱仙中英文台电视及电台直播 更多频道增加中 总有您感兴趣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